年底就要九合一大选了 新竹先议员的席次增加到37席 国民党党内领表登记今天最后一天 上午呢政府议长张振荣还有王炳翰 就率领党内多位议员一起前往县党部 来进行参选登记 而老干新知一共有28人要参选 张振荣大选张立正大选 一个一个张振荣大选张振荣 共算生此起彼落国民党内议员领表登记 今天最后一天 在县长杨蒙科配同下 议长张振荣率党内多位议员一同登记 新竹县党部议会党团 我们副议长还有我们各位党籍议员 一起来登记 尤其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杨县长 我们的领头羊 希望在领头羊带领之下 我们各位党籍议员都在前列岛 大家都能高票连任 现任正副议长张振荣和王炳汉 上午一同前往县党部 国民党包含刘建明 林炳君 杜文忠 吴旭智等17位议员都到场 传递团结和谐愿景 议长张振荣表示 三年多来可以看见每位同仁 不分党派克敬职责反应民意 上届议员席次36席 国民党占25席 年底九合一大选席次可能增加到37或38席 党内预计有28位同志参选 其中宝山乡长邱昆彤 转战县议员 还有北浦竹东湖口等都有新鞋加入 老干新知世代传承 共同为新竹县建设发展努力 张振荣议长王炳汉副议长以及所有的我们的党籍议员 今天都一起到我们先党部来登记这个党内的提名 这也充分显示了我们国民党大家团结一致 要来争取我们服务我们新竹县乡亲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 同心努力一定会成功 举起手展现团结 辅会和谐一心 国民党党内议员登记参选 期望蓝军大胜 继续为民发声 让竹县更幸福